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人物 既很有才干又有明显的缺点 既能建功立业又往往不遵守规矩 这样的人物经常让领导感到头疼 既希望发挥他的才干 又生怕这样的人物难以驾驭 你说如果因为他破坏了规矩不去奖赏他吧 那就会打击建功立业者的信心和积极性 如果是只奖赏他的功劳 而不去追究他破坏规矩的责任吧 那么这个规章制度又要失效 汉元帝时代有一个叫陈汤的人物 就是属于这种让领导左右为难的问题人物 陈汤曾经为汉朝立过大功 大家知道经过汉武帝 汉昭帝和汉宣帝 这三个时期和匈奴的激战 匈奴人的势力已经受到了大大的削弱 后来内部还发生了分裂 到最后匈奴分化成最重要的两支 一支由忽汉爷禅于率领 被称为叫南匈奴 一支由智智禅于率领 被称为北匈奴 这个南匈奴忽汉贤禅于打不过智智禅于 打不过北匈奴 所以后来就向汉朝投诚 希望取得汉朝的保护 那么后来杜汉爷禅于跟汉朝 结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汉元帝时代 有一个叫王昭君的 和亲的王昭君 取这个王昭君的 就是这位南匈奴的忽汉爷禅于 而这个北匈奴的自知禅于 因为不敌汉朝 打不过汉朝 所以就率领他的族人远顿西域 跑到西域去了 到了西域之后的这个北匈奴 有点像死而不将的百足之虫 虽然他被汉朝打败了 打不过汉朝 但是在西域来说 在那个地盘上 他还是老大 还是这个比较狠的 比如说像乌孙国 乌孙国在西域算个大国 他和汉朝有婚姻关系 但是匈奴多次的攻打这个乌孙国 而且你比如说勒索这个大渊国 大渊国就出产非常著名的汉学宝马 这个国家 勒索他 迫使周边很多西域的小国家 向他朝贡 于是被汉朝打败这个北匈奴 逃到西域去以后 在西域建立起了一定的霸权 那么更加严重的是什么 更加严重的 他自认为逃得比较远了 汉朝拿他没办法 所以数次的困辱 甚至杀害汉朝的死者 汉朝直接到北匈奴去猝死的死者 或者是到西域 被他们劫下来的这个死者 杀了好几百个人 死者跟立士 以极其傲慢无礼的态度 对待汉朝 那么可想而知 这不仅对于汉朝在西域的利益和权威 是一种损害 那么直接的也是对汉朝的一种挑衅 这个陈汤啊 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担任着西域副教位 当时汉朝设置的 负责西域事务的总长官 这个名称 这个官称叫西域都护 那么这个西域副教位呢 其实就是西域都护的副手 当时的西域都护名字叫干颜兽 陈汤就是以副教位的身份做他的助手 陈汤这个人啊 大家不要看 他只是个副教位 只是个副手 但是从胆破上来说 从行动力上来说 从敢做敢为来说 陈汤要远远的超过这个干颜兽 比干颜兽能干 史书上称赞这个陈汤 说他为人 陈勇有大律 多策略 洗齐功 陈汤对韩言说 如果让北匈奴的势力 在西域这样发展下去 那不仅对西域诸国不利 对我们汉朝来说 对我们汉朝的威信 也是严重的损害啊 而且 让这个形势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对我们汉朝会越来越不利 所以陈汤他建议啊 应该发挥我们的优势 现在联合西域这几个 受到匈奴欺压的国家 联合起来 对北匈奴实施有利的打击 这样呢 不仅能够为朝廷解决一个心头之患 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建立 千秋工业的大好机会 干颜兽觉得陈汤这个说法有道理 所以呢 他就打算啊 先写咒章 向朝廷承报 得到朝廷的同意之后 来要出兵打击北匈奴 陈汤说不行 他说你知道啊 朝廷上面这些大臣讨论 讨论起问题来 肯定是没完没了 你这个奏章打上去 既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在那争认来争认去 累日不绝 这个事情就别干了 也就看不了了 对吧 万一是保守派的大臣 站到上风 不同意我们这么说 那就更加干不了了 所以啊 陈汤说 不必向朝廷秉咒 我们先干了再说 先斩后咒 如果我们建立了工业 那当然对朝廷来说 是一件好事情 要敢于冒这样的风险 陈汤跟赶炎兽 是这么一个意见 赶炎兽这个性格 比较谨慎 不像陈汤那么敢作敢为 所以呢 对这个主义有点犹豫 决定呢 还是先压一压再说 不敢冒然的擅自发兵去打这个北匈奴 然后这个事情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来呢 肝炎兽又病了 而且呢 病的时间还挺长 时间不短 就趁着这个肝炎兽 卧在病床上的那个时期 陈汤这个人啊 果然是敢作敢为 就抓住这个机会 假传朝廷的指令 纠合了几个西域国家的军队 然后加上 汉朝在那儿屯田的将士 屯田的吏士 把他们纠合在一起 决定 主动的向自知参与 向北匈奴发动进攻 然后躺在病床上的肝炎兽 一听这个消息 闻讯大惊 从病床上坐起来 如果他能跳起来的话 肯定是跳起来的 他说你这个陈汤太大胆了 没有向朝廷汇报 你居然就敢率领军队 直接向匈奴发动进攻 朝廷快追下来怎么办 所以肝炎兽 从病床上坐起来以后 想阻止这个事情 结果不仅没有阻止住 反而被这个陈汤痛斥一顿 陈汤来到他的病床前 手里拿了剑 一手按剑 对他说 现在军队已经集合好了 你难道想这个 举上将士们的这个士气吗 然后呢 这个 干燕兽一看 陈汤这个气势汹汹的 也不敢反对 于在这个陈汤的胁迫下面 指的配合行动 陈汤 纠合了西域诸国和汉朝的将士 一共组成了一支四万人的军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以后啊 在距离残余城六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了 在那些受北匈奴压迫的西域贵族的帮助下面 陈汤很快的就掌握了这支残余的一些基本情况 于是第二天 陈汤就把军队啊 往前推进了三十里 距离这个残余城只有三十里地了 再过一天 把这个军队又推进到离残余城只有三里地的地 匈奴人闻讯以后开始登城防守 一开始的时候啊 匈奴人还觉得挺有士气的 而且呢 还不停的主动的 向汉朝军队邀战 他说你来呀你来呀 你来攻城啊 于是陈汤跟勘年寿就指挥 将士们指挥由汉朝和西域诸国 共同组成的这个联合军队 向禅余城发动进攻 禅余城的中间是一个土城 然后他的外围呢 还用这个木头啊 搭建了一个木城 那么于是陈汤就指挥这个自己的将士啊 放火焚烧 这个木城搞得这个城内大乱 然后纷纷地想往城外逃 在这种情况下面 当然战争的优势就被 汉朝军队给掌握了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汉朝军队的兵器啊 和这个工奴 比匈奴人的先进 这个制造工艺要更加精良啊 所以这个射程更远 精确率更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射杀了很多匈奴人 这时候禅余啊 不仅亲自的披挂登阵 登上城楼去防守 而且还让他的这个夫人 这个禅余夫人不少 有几十个夫人 让这个几十个夫人当中 有很多 让他们也披上铠甲 手持弓箭 到城楼上面去防守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在兵器制造上面 毕竟汉朝比匈奴人 要先进了很多很多 所以呢 这个无论是工奴还是刀吉 都要比匈奴人要精良 经过了一阵对抗之后 自知残余 被汉军射中了这个鼻子 而他很多这个夫人啊 就在城头被乱箭给射死了 到了第二天 汉军在这个 城汤甘元寿的指挥下面 鼓噪大净 终于攻破了残余城 自知残余 就在这个战斗过程当中 身负重伤而死 最后死了 然后啊 这个汉军所斩获的匈奴燕之 燕之就是残余的夫人啊 斩获的燕之 太子明王 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可以说大获全胜 城汤通过这一战 的确可以说是 解决了汉朝在西域的一个心腹大患 也为自己建立了千秋功名 因为大家要知道 那个时候的北匈奴 虽然不能跟匈奴鼎盛时期相比 但是直接斩杀匈奴残余 这倒还是汉武帝以来和匈奴作战 获得最大的战利品 以前虽然经常把他们打败 但是从来没有抓到过 更加没有斩杀过这个残余 这一次斩杀了一个残余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功绩 连像魏清和霍去病这样的名将 都没有做到过的事情 陈汤做到了 所以经过这一战 陈汤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叫做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你要敢于冒犯我这个强大的汉朝 汉帝国 你再远也要诛杀你 这是一句口号 陈汤击杀自知残余的消息 传回朝廷的时候 在朝廷上面就如何处理陈汤这个问题 大臣们之间发生了争论 一方面 这个消息非常振奋人心 所以汉朝政府 把传回来的自知残余的首级 在这个少数民族贵族聚居的地方 他们有些人质都租在长安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玄守自示众 玄挂示众 表示这个大汉的威严是不容冒犯的 谁冒犯大汉的威严就是这个下场 那么另一方面 陈汤缴制法兵 假传朝廷的命令 擅置新兵作战 这又是一个严重违反破坏朝廷规章制度的事情 该如何处理 所以对这个陈汤是赏还是罚 大臣们莫衷一事 以丞相当时的丞相宽衡为代表的一批大臣 认为陈汤这个人不应该赏 如果陈汤得到了奖赏 那么以后阵守在边关的将士纷纷效仿 为了争民夺利擅置新兵向少数民族挑衅给国家惹来麻烦 这个该怎么办 该如何收藏 所以这个利不能开 那么这个汉元帝 当时的皇帝汉元帝 其实内心是非常欣赏这个陈汤的 但是因为陈汤反对 汉元帝也不变得一意孤行去奖赏这个陈汤 陈汤这个人除了胆子大之外 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什么缺陷 这个人贪婪 深信贪婪 陈汤立了功之后 不仅没有得到封赏 反而受到了追查 于是陈汤就写了一道奏章给汉元帝 跟他说 我为朝廷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你看现在军队还在边疆 在往回走的道路过程当中 没有碰到来慰问我们 来犒劳我们的使者 反而迎来了来追查我的官员 朝廷这么做 不是为自知参与报仇吗 我杀了自知参与朝廷 这样的一个大功臣 不仅没有得到封赏 朝廷还要追查我 那等于说就是在为自知参与报仇了 汉元帝后来觉得这个 也有一定道理 对吧 所以赶紧让追查 他经济问题的这些官员 停下来 赏了暂时也不赏了 但是查也别查了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位叫刘相的官员 出面替这个陈汤打抱不平 他给汉元帝上了一道奏章 奏章里面说 论大功者不露小过 举大霉者不知戏下 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你就不要去追究他这一点小小的过错了 刘相说 自知参与囚禁杀害汉朝的使者和历士 达到几百名之多 使得汉朝在西域的威信大损 陛下一心想铲除这个破坏 大臣们也是日夜的忧虑 但是始终没有人能够帮助陛下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陈汤一击而定 击杀自知残余 不仅选了朝廷之词 而且重新树立了朝廷在西域的权威 更何况 北匈奴的破灭 使得南匈奴对于我们汉朝更加的敬畏 因为你看北匈奴跟汉朝作对 是这么一个下场 而南匈奴本来的实力比北匈奴更弱 看到这个结果以后 他们更加敬畏汉朝 其他的少数民族 其他的蚂蚁也更加的敬畏汉朝 这样的一种威慑作用 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刘相认为这个陈汤 李千载之功 见万事之安 群臣之勋莫大言 这是千秋功业 比其他的大臣功劳都要大 那么对于这样的大臣 大功劳没有得到封赏 小过错 却受到挑剔 甚至于被传布 搞得大家都知道 他设计是一个在经济上非常贪婪的人 这样如何来讲劝以后的人 报效国家 一心一意为国家立功建业呢 因此流向建议 对于陈汤这些人的过错 应该置而不问 这是小事 这是小结 而对于这个陈汤的功劳应该重杀 这是大结 以此来劝讲后人 以此来鼓励更多的人为国家报效 汉原帝 在陈汤斩杀自知残余的次年 将年号改为静宁 意思就是说边静安宁 因为这个心头大患去除了 那么从这个改年号的动作来看 我们就可以判断 汉原帝对于陈汤 斩杀自知残余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评价是非常正面的 只不过不便于公开的和陈汤这些官员唱反调 所以一开始没有奖赏 没有封赏陈汤 那么现在有刘向这样支持陈汤的官员站出来讲话了 汉原帝就有底气了 所以最后在和反对派官员的讨价还价下面 最后朝廷决定 封甘岩寿为侯 虽然因为这个事情是陈汤发起的 但是甘岩寿 他才是西域事务的总长官 对吧 所以他封侯 然后陈汤赐决为官媚侯 就是比真正的侯第一级的决位 十亿三百虎 这是朝廷对他们的封赏 这位丞相匡衡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好像跟陈汤就是号上了 等到汉原帝去世 汉成帝继位以后 这个陈汤又被匡衡拿出了把柄 匡衡就跟汉成帝说 陈汤这个人出使西域诸国 一点体统都没有 清占清道西域诸国的财物 不能奉公守法 作为汉朝的使者不成体统 所以不宜居在高位 不宜身居高位 建议汉成帝把他给贬出了 然后就这样 陈汤又被罢免了 经过几次的反复 平定西域的陈汤最终还是被罢免了 然而西域却仍然不平静 当又一次的危机降临时 当文武百官争论不休 无法决断的时候 皇帝想起了陈汤 并征询他的意见 那么此时的陈汤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他又会说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么到汉成帝的时代 这个西域又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当时在汉成帝的时代 西域都赋 换成一个名字叫段慧忠的人 在西域有一个国家叫乌孙 我们之前提到过 之前应该跟汉朝是同盟关系 有婚姻联盟 但是在汉成帝的时候 这个关系跟汉朝搞僵了 所以段慧忠有一次 他带领着一批人 一支军队 被这个乌孙国的军队给包围了 然后段慧忠就赶紧给朝廷打报告 说自己被围困了 要求发钱 囤住在敦煌的军队赶去救援 这个报告到了朝廷之后 大臣们就讨论该不该发兵去救段慧忠 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 又是各自己见 累日不绝 就跟陈汤之前 我们说陈汤为什么 他不愿意禀报朝廷 就是因为每一次会议大臣们都是 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决定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 向汉成帝推荐这个陈汤 说陈汤在戏问题上面有经验 不妨咨询咨询他 然后汉成帝就召见陈汤 说你看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该不该发兵去拯救这个段慧忠 一开始这个陈汤断了断架子 然后他跟这个汉成帝说 将相久轻皆贤才聪明 小臣疲龙不足以撤大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现在有事了想到我了 来找我了来问我了 没事的时候呢 没事的时候你们朝廷商这批大臣敬整我 对吧 有事来找我 没事就整我 哪有这种事情啊 那么之前那个丞相宽恒 不是老说我不行吗 老弹劾我 老罢免我吗 这些丞相啊 九卿啊 公卿大臣们 各个都很能干啊 你去问他们去呗 来找我干什么 这是陈汤发牢骚 汉成帝说算了 现在不是国家真有事吗 对不对 找你来商量 你就好好的把你的看法说一说 替国家谋划谋划吧 牢骚发过之后啊 陈汤就向这个汉成帝分析 说这个事情啊 其实你不必担心 也不必心思动众的 要发遣敦煌书族 前去营救 陈汤根据自己的经验 他说汉朝军队相对于西域军队来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那就是我们在之前一再提到过的 在兵器制造工艺上面 要远远的超过西域诸国 在兵器精良这个角度来看啊 西域诸国根本不能跟汉朝比 根据陈汤的经验 他说之前在使用兵器的情况下面 这个战斗力 五个西域兵的战斗力 才抵得上一个汉军的战斗力 因为这个兵器质量的问题 那么后来西域诸国 慢慢慢慢学会了一点 汉人制造兵役的技巧 但是呢 也还没有完全赶上汉人 所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啊 应该是三个西域兵的战斗力 抵得上一个汉朝军 汉朝士兵的这个战斗力 然后他说你从段慧中 打回来的这个报告上来看啊 虽然段慧中被 乌孙的军队包围了 但是这个乌孙军队的人数啊 应该不是太多 没有占有太大的优势 那么再根据三比一的比例来推算的话呢 虽然乌孙军队能够包围段慧中 但是从战斗力的角度来讲 乌孙军队应该是远远不如段慧中的 段慧中呢 因为一看自己被包围了 所以呢非常着急赶紧的火急火燎的 给朝廷打报告 向朝廷救援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啊 只要他冷静下来 勇敢作战 不要劝弄 从战斗力对比的角度来说 他自己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用不着发潜敦煌宿主 而且你即便从敦煌发兵的话 清兵前进 就是这个将士们啊 不带资重 就光光清兵前进的话 一天行军五十里地 那么带上资重装备的话呢 一天只能走三十里地 从敦煌走到段慧中被包围的这个地方 再怎么赶到等他们到了的时候 这个战役啊肯定也已经结束了 不管事胜事败 你这次军队去了都没用 即便是段慧中被他们打败了 那么敦煌这个军队过去 到了那边以后啊 也就只有替段慧中报仇了 不可能是去解救他 来不及时间上 所以陈汤最后的结论他是 第一 首先第一个不必发兵 发兵也是原水救不了进客 第二 劝汉成帝啊 不必着急 从目前的双方实力对比来看 段慧中应该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这个陈汤装模作样的 屈指一算 他说啊 这个事情持续不了多久 陈汤斩钉截铁的 非常确定的 回答汉神帝说 这个事情应该已经了结了 最多五天 你再等五天 捷报就会送到 果然到了第四天 段慧中的捷报 就送到朝廷上来了 他自己靠自己的能力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来看 陈汤这个人的判断力是非常准确的 面对同样一封求救信 段慧中的求救信 公卿大臣们讨论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个结论 但是陈汤却能从当中看出很多道道 并且做出了非常精确的判断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汤这个人的能力和经验 是非常可贵的 对于西域存在的问题 陈汤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对策 然而这个战功赫赫的英雄 却再也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 反而一再被追查处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陈汤的一生坎坷 我们怎样才能看透这些问题人物呢 但是陈汤他却始终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 这是为什么 那这就不得不谈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他的一项致命的缺陷 陈汤关于陈汤 贪婪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 比如说汉成帝的母亲 皇太后 王正军 他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 因为是同母异父 所以不同姓 这个兄弟名字叫苟参 那么在那个时代 王正军 这个皇太后王正军 他同父的兄弟 就跟他一样姓王的兄弟 在汉成帝做皇帝的那个时代 都已经封了喉了 包括那个王莽 王莽的父亲因为去世的早 王莽作为皇太后的侄子 也已经封了喉了 而且给王莽申请封侯的 这个咒章就是陈汤写的 然后没有封侯的兄弟 只有这个异性兄弟 狗参 那么到狗参死了以后 狗参的老婆 也想模仿王莽的先例 替自己的儿子 替这个狗家的后人 争取一个侯位 争取一个侯爵 因为前面 王莽封侯的咒章是陈汤写的 所以这个狗参的老婆 也找到陈汤 想请他写一份咒章 去说皇帝 封他们家这个儿子为侯 给了陈汤 五十斤斤 这是第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官员 贪章枉法 而且这个贪章的数目非常巨大 眼看着就要下狱受审了 那东窗事发 要下狱受审了 那么一旦下狱的话 很有可能是死罪 因为那个数目太大了 于是他们家人也来找陈汤帮忙 陈汤就找了一个理由 替这个官员去送冤 跑到朝廷上面去争论 那么争来争去 把这个事情一拖 时间一拖 就拖过冬天了 因为在汉朝的时候 被处于死刑的囚犯 是只能在秋冬两季 才能行刑的 在春天和夏天 是不能执行死刑 那么这个官员 本来可能是犯死罪的 现在陈汤一拖 把这个案子拖过冬天以后 那么到来春 经过这个春夏两季 很有可能会遇上朝廷的特色 可能就被涉贬了 或者毕竟有时间 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 要去挽救 在陈汤这样一个策略下面 这个官员躲过了一劫 办成这件事以后 陈汤收了当事人 两百万的感谢费 这么一件事情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所以之前 这个丞相匡衡 抓住陈汤的小辫子 一定要打击他 也并非是这个 无中生有 故意的去迫害他 很多事情 他也的确是有道理 的确有把柄 陈汤的确有把柄 那么贪婪的性格 一旦被养成以后 人的欲望就会变得无止境 就会犯一些致命的错误 陈汤最后 他最不该做的事情 是把主意打到了皇帝头上去 陈汤有一个好朋友 叫谢万年 担任将做大将 这个官是干嘛的呢 这个官是负责给皇家 建造各种工程的 然后这两个人 陈汤和谢万年 两个人全都是利欲凶星 最后呢 他们想从帮汉城帝 建造陵墓这件事情上 想从这件事情上 来捞好处 在汉代的前期呢 往往建造一个皇帝的陵墓 就要从关东地区 迁徙一批富有的或者有实力的居民 富豪或者是富户 或者是豪强 到这个地方来形成一个新的县级行政单位 一般来说 一个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 不能等到他死了再去造这个陵墓 那个来不及 一般来说 这个皇帝刚刚登基 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这个陵墓就要开始建造了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关东地区的这些富豪 豪墙迁徙到这个陵墓的周围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方面 你可以使得皇帝陵墓周围这块地方 不至于太荒凉 有点人气 然后呢 还能够达到什么目的 还能够达到对关东这些地方 无底抽薪的作用 把地方上有影响力的 有财力的 有能力的人 迁徙到长安周围 让他们失去地方影响力 然后又能够把富有的人家 充实关中地区 这样呢 地方上的这个强人都被迁走了 那么这个地方上的普通老百姓啊 也就没有能力来抵抗这个官府了 这是这个汉朝加强统治的 一个重要的策略 在汉道前期 在汉代前期一直是被执行 比如说 你像在这个汉武帝的茂岭周围 就有一个县叫茂岭县 就是通过迁徙关东人口 形成了一个新的县级行政单位 但是到了汉朝后期 统治者认为地方上啊 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和中央对抗了 所以呢 这个迁徙关东附户 以实领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 慢慢慢慢的就废齿了 不执行了 而陈汤和谢万年 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件事情 给自己捞好处 所以呢 就很想说 扶汉成帝恢复这项政策 来为自己牟利 如果在成帝的陵墓边上 新建成义的话 新造成义的话 那么肯定朝廷会让担任将做大将的谢万年 来完成这个任务 按照往常的惯例来看 你一旦如果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的话 往往会得到非常丰厚的奖赏和回报 要么是赐绝 要么是升官 所以呢 谢万年 他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情呢 他图的是这个 那么陈汤他图的是什么呢 陈汤啊 他因为之前贪腐的问题 被罢免被废除 所以呢 被迫的离开长安 不能生活在长安了 不能生活在首都了 生活到东部地区来了 如果说陈汤能够说服汉陈帝 重新恢复迁徙关东的这些豪墙 关东有能力的人去使领的话 陈汤啊 就有理由啊 就能够找到这个机会跟汉陈帝 说这样的话 因为之前啊 这些真正土生土长的 关东富墙 关东豪墙 他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关东老家 跑到关中去的 都是被迫的 心里都有怨气 朝廷要花很多的努力 才能把他们牵走 如果陈汤能够说服汉陈帝 恢复这个政策的话 陈汤他就愿意向汉陈帝表示 我来做个表率 对吧 你看如果他们都不愿意迁徙的话 我带头迁徙 我来做个表率 那么这样的话 被迫离开长安的这个陈汤 他就不仅有机会 能够回到长安 虽然会可能是回到交线 但是毕竟是来到了大长安的范围内 而且怎么样 而且还能在汉陈帝面前讨个好 说我来主动的 这个带领他们来迁徙 我来帮你做成这个事情 说不定还能够获得 皇帝与皇帝丰厚的田地的赏赐 所以陈汤他图的是这个 经过陈汤这一番游说之后 看陈汤果然中计了 听从了陈汤的计策 建造新领议的任务 当然就是交给谢万年去完成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情 直接把陈汤的前途给断送了 第一件事情 皇帝的陵墓 秦汉时代皇帝的陵墓都造得很大 都高出地面很多 所以往往都是因山建岭 因自然的山形来建造这个陵墓 而谢万年这次所挑纵建造领域的地方 帝氏本来非常卑下 他要靠人为的堆出一个高大的陵墓来 工程很浩大 谢万年一开始满口答应 三年完成任务 但是三年期限到了以后 这个工程还是遥遥无期 看不到他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于是这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弹劾 第二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 这个洗名使领的制度 已经废除三十年 三十年没有实行过了 这个换句话说 关东的这些老百姓 已经安安稳稳地过了三十年安逸的生活 不用再提心吊胆 一旦富起来以后就被牵走 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 现在你忽然又要重新地 迁徙这个地方的富富和豪强 一下子这个舆论就沸腾了 群情顶沸 舆论骚动 所以朝野上下都把这个矛头指向陈汤 有大臣就认为这个陈汤是固惑于人摇动民情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加深了关东地区百姓和朝廷之间的对立性 所以就请示皇帝要将这个陈汤 拿到监狱里面去下狱暗闻 那么陈汤被弄到监狱里面去以后 陈汤之前做过的一些贪赃王法的罪行 比如说给苟参的儿子求封侯 比如说帮助这个贪赃王法的官员逃过死刑 收两百万好处费 这样的事情都被抖落出来 那么这个最后陈汤因此就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被发配到边疆 所以大家看陈汤的这次投机 不仅没有为自己捞到好处 反而让自己的人生可以说是跌至谷底 这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教训 中关陈汤这个人 可以说是司马光一直批评的 有才无德这样一种人的典型 这样的人他既能够做出一番事业 但是终究会因为他的无德缺德格局狭小 终究会因为这一点而获败 陈汤又是一个这一类人物的代表 所以这个自治通鉴里面 司马光虽然没有直接去评价陈汤这个人物 那么根据我们读自治通鉴的经验 根据我们对司马光这个人思想一贯的了解 我们可以知道 司马光对这样的人肯定是不欣赏 首先第一点 司马光看人 德在财先 问人 你先问德 再问财 一个无德的人 有财无德的人 即便能够为国家建立功勋 也有可能同时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麻烦 即使不给国家带来麻烦 那也有可能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家族带来麻烦 陈汤就是属于这个后一种类型 那么第二我们知道 司马光这个人他是非常重视纪律的 强调法制强调制度 陈汤通过违背朝廷规章制度 虽然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斩杀了自知残余 但是在司马光这样重视纪律 重视制度的人看来 你这个事情也是不值得欣赏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代价很有可能是整套法制体系 整套规章制度的破坏和散乱 如果以后的人纷纷为了建功立业 为了自己的功名 都来破坏你这个制度的话 那你这个朝廷如何收藏 如何立足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所以我们称陈汤他是一个问题人物 既有才能能够建功立业 却又让人感到头疼 不去说他贪赃王法贪婪 这个个性缺点 就是他做事情建功立业的这个方法 也足以让人头疼 这是一种历史人物的变成 我们今天这一段就先到